犯了情规 这么大的罪还没定呢 如今又放走了 重犯柳亦欢 你这个黎泽宫的首徒 真的是了不起呀 你这个溺徒 弟子自知犯了戒柜 愿意听平处置 但弟子觉得 并非有错 七情六欲 本就是这个世上 最正常不过的事了 弟子不懂 为何黎泽宫 会有这么多的规矩 让人活得像冰冷的躯壳一样 放肆 你竟然一错再错 你眼里 可还有黎泽宫的规矩 不知悔改的东西 连先祖的规矩也敢质疑 看来你这是铁了心 要跟黎泽宫作对呀 公主 这回还要袒护吗 公主 宇思凤屡犯宫中大罪 还心生叛逆 为黎泽宫戒律长老之名 恳请公主 立即将此逆途 打入十三界炼狱塔 请公主下令 公主 你该下令了 公主 可还记得此物 这是老公主给我的黑语令 让我在必要之时 俯辟匡正公主之行 既然公主在处理 宇思凤之事上有失公语 那我也只好拿出黑语令 不要再逼我师父了 抵此愿意受罚 此与思凤 愿意受罚 好 从今天开始 宇思凤不再是 黎泽宫的首徒 以后谁再敢犯 公归戒律 绝不轻饶 就连天之骄子 也绝无例外 来人 将雨思凤 押入十三届炼玉塔 滚 多多滚